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瑶妈妈 今天啊 要跟你们分享的绘本 就是这一本 谁被吃了 夏日的午后 大家都昏昏欲睡 只有一只柴 在树上叫个不及 它一边吸着树枝 一边响亮地叫着 芝芝 真好喝 蝉吸饱了枝叶 飞到了另一棵树上歇脚 还打起了嘴 它会被吃掉吗 一只螳螂悄悄地靠近 一下子就抓住了蝉 然后津津有味地 咀嚼起来 真好吃呀 螳螂吃饱了 慢慢地爬到了玉米叶底下 乘凉 它会被吃掉吗 一只黄鹑 从空中俯冲下来 盯住螳螂 很快地就把它 着实干净了 鸡鸡鸡鸡鸡鸡 真好吃 真好吃呀 一条毒蛇从枯叶里窜出来 一口把黄鹑吞了下去 真好吃 真好吃 毒蛇吃饱了 懒懒地躺在枯叶上消化食物 它会被吃掉吗 夜里 一只猫头鹑 松的一声 从高空中俯冲下来 紧紧地抓住毒蛇 咕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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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真好吃 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 可是 猫头鹰 太大意了 三分钟 五分钟后 十分钟后 半小时后 猫头鹰一不小心被毒蛇咬伤了 这下可糟了 它会被吃掉吗 猫头鹰的尸体腐烂后 长了许多蛆 蛆把猫头鹰吃得干干净净 残渣慢慢地试入土壤里 这些残渣会被吃掉吗 住在土壤里的微小动物们赶来了 美美地吃掉了这些残渣 又排出了大量的营养物质 它们会被吃掉吗 土壤里的一株幼苗 吸收了这些养分 默默地生长着 谁在树上叫呀 它会被吃掉吗 好了小朋友们 我们来看看科学加油站 食物链 自然界中微生物植物 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吃与被吃的关系 食物链分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 植物通常都是生产者 以植物昆虫或其他小熊动物为食的动物 包括人类叫做消费者 以腐烂的动植物为食的动物 或者微生物就叫做分解者 咀嚼我们用牙齿来磨碎食物 微小动物 生活在土壤中 微小的动物总称 比如蚯蚓 羌狼 蚂蚁 鲜猪虫等 营养物质 动植物腐烂分解后 就变成土壤的营养成分 种子 植物生长发育的最初阶段 一般在植物的花中产生 现在你能找出故事中 食物链的生产者 消费者和分解者吗 谁 吃了谁 下面这些动物中 有两条食物链哟 聪明的小朋友 赶快把它们找出来吧 树叶 猫头鹰 海鸥 老鼠 小鱼 鲨鱼 蝗虫 青蛙 海藻 虎金 和海豹 请你把它们的食物链 画出来吧 好了小朋友们 这本绘本谁被吃了 我们就为你分享到这儿了 那么这真是一个好问题 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你看到还有哪些有趣的昆虫 它们被吃了以后 会分解成什么样吗 那么也欢迎你在评论区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你的收获哟 那今天的故事绘本 就为你们阅读到这儿 我们明天的绘本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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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